吹永元 举报最高法院这事儿呢 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变化 所以有人说你再说几句 这个事件呢 我从一刚开始就很悲观 正好呢 我刚才上节目以前 我在大四小评应该是1月11号 1月份的 在一个节目前 谈了大概十来 十来分钟时间不到 谈了这个案件 我就说 你崔永元 加上最高法院那个 王宁清法官 你搬不动 最高法院周强 我们那个 导播把那个 我们得到的这个周强批示的 那个页面 那个我们找到那个 你们看这个案子的批示 西小明批掉批这个人呢 他已经进了监狱了 现在呢 王宁清是不是进监狱 还不知道 但是现在已经电视上 已经出来认罪了 然后呢 在最上面呢 是周强的批示 然后呢 此案 那个什么处理啊 情况要多多的做好保密工作 你看看 判决一个案件 要做好保密工作 而且整个的这个文件上 都是有机密的啊 所以说 后来 就是把他们内部这种丑恶的东西 王宁清给暴露出来之后呢 他说他是泄密 因为他上面写的是机密啊 然后你看看密密麻麻的 这些领导人啊 他有法 中国的情况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你本来就有法律啊 你把 你写出一个像美国最高法院一样 你写出一个优美的判决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那就是你的智慧吗 法律吗 他不 他专门去干这种 批示的活啊 一个 一个 两张纸张批的密密麻麻的啊 而且还保密 还不能让人知道 所以说 像做小偷似的 所以说确确实实就是说 周强都那么大的官了 他刺激院长 他堂而皇子的批这个案件 他为什么还要保密 他是给谁保密 这就涉及到 你刚才说的 连周强都啃不动 这个 这个啃不动这个东西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利益 你在 你在说这情况 那回到这个案子本身 当然这个批示 我想 我想也说一下 这个 再请我们回到 再回到这个批示上面去 这个批示呢 这是一般中共官员 不管是司法 还是还是什么党务系统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系统 都是用这样一种方式 在后面批示 那他批示呢 在文件的左右上下都会写满了 但还有一种状况 他也来要批示的是 如果是上面更高级的领导批示的话 那他会重新在上面要加一张纸 加一张纸 用那张纸 然后批示他对这个案子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后来在想说 王七宁说这个抽出去的这个东西 那应该说除了这个东西以外 这个还有东西被更抽出去了 所以他上面的批示 当然是比周强更高级的人物 最后给他的批示了 这个是批示 那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案子本身来说 我们已经知道 所以说这个案子现在 说到下批示人下的最高的官员 就是周强 实际上你说是还有一个比周强还要大的人 是的 在批这个案子 对 然后现在抽到的主要是那个东西 对 这是现在是争夺的 那这一点 这是焦点的焦点 对不起 这一点我要说 这是确确实实的 确确实实的 确确实实的 就是说抽掉的批示里面 周强只是一个 这是一个简单的批示 比周强还要更高级的人物的批示 被抽掉了 问题在这 当然我刚才说了 就是牵涉的利益 这个利益 大家知道是千亿元 关于那个矿产资源的这个开发 这个开发在陕西发生的 所以背后的这个利益 背后利益的脚量 那周强只是一个表面前台的人物 这个背后的利益 根本就不是他利益所得者 所以说这个 两个人很惨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案子 王宁钦 这个小法官 虽然他是最高法院的法官 但是他面临周强 或者有周强 还要高的这样的官员的结局之下 他这个小法官 他命运就很惨了 那么现在崔呢 他的命运 刚才我也跟高律师聊过 就是有的人说他在家里待着 有的人说他养病 有的人说他发了一个微博 有的人说他党委书记去他的研究所去问过他 但是呢都显示不同的这个不正常现象 有人已经说了他发的那个微博 那不是他发的 因为跟原来他发的微博的这个呈现的形式不一样 那么就有可能是他的微博被人操纵了 这是一种分析 另外呢就是说传媒大学的党委书记呢 去拜访他的研究所呢 也就是一个文字啊 小崔出来汇报工作 但是人家也没看见他的 也没听见他的声音 也没看见他的人啊 所以说这个报道是不是一个被操纵的一个报道 那么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小崔现在还处于失联状态 失联状态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人啊就是这个 天意宽敞案里头的这个造发旗 他压根就没消息了 压根就没消息了 所以这个人啊现在是被忽视的一个人物 但是实际上他是 一个民营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 他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现在被忽视了 所以人们关注王立青啊 但是人家不知道这个 赵华琪哪去了啊 崔永元实际上也不知道哪去了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说你说的这些小人物啊 结局会很惨 确确实是会很惨 而且刚才高律师这一段讲话已经点出来就是说 在卷宗里头还有应该有一页 这一页呢没有呈现出来 那一页已经被拿走了 那才是这个事件里头的中心啊 要掩盖的要斗争的啊 那么 真正的故事所在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为什么说这个故事没有完呢 可能就因为 那一页子 没有找回来 对啊 我一向有个观点 我觉得对这种啊 爆啊爆料啊 做什么东西 我一般都是说这是个好事 因为在共产党的舆论封锁 严格的控制之下 我们任何时候 只要爆料出来 一些东西 总是对我们了解 共产党内部的黑暗的事情 有一些帮助 那不管这些爆料的人的 背景也好 他的动机也好 或者是共产党里面的权力 斗争相互之间的争夺也好 只要他把这些事情爆出来了 多多少少让我们 普通的民众 有一个知情权 了解的事情 如果他爆料的是对的 那我们当然就会 了解一个更多生相 如果他说了有些东西不真实的 我们一笑了之 像吃瓜一样 这个不把他当回事 所以回到这个 这个这两个人的爆料 那我其实在原的推特我已经说了 我就为什么说崔永元的这个 状况 会结局会很惨呢 大概是基于这些方面的原因 第一 我觉得崔永元的爆料 我不知道 我不了解他的中国道理多红 听说是非常非常红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就是说 在习近平政权的这个严嫩 严格控制这个严嫩的基础上 一个网红 我们现在很多网红都被打倒了 都被 要么就是关了 要么就是警戒与的怎么样 那为什么崔永元还一直红 那就让他自己曾经暴露的 他背后有后台 他有人支持他 他自己曾经 吹牛说这个我要说出来吓死你了 他有的人说这是 中国人民说他的后台 是 当然这个都是些大话 但了解 了解崔永元的人都会觉得他这个人大嘴巴 喜欢说 那第二呢 喜欢这个容易这个扮演这个公正的这个守候神 也公之的形象去做 但实际上也有人说他 在爆料这个过程中 他也自己 有一些利益所在 所以这是第1个原因 我觉得他 比较危险的地方 那第2个危险的地方 就是说 他并不了解 他所爆料的背后里面 牵涉的更深的这些权力斗争 你比方说 这个 陕西这个案子 我就 我就 很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了解 他要反的 到底只是周 他要爆的 到底只是周向一个人呢 还说他知不知道周向后面还有 在更多的PCG让我们说的 抽走的知识 我相信他可能不一定知道 你觉得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事 他如果要知道的话 我相信 他可能是打桌了 他可能就不一定敢这样做了 这事就算了 我们斗不过 是 他没想到背后的事你可能还 不知道是什么人 当然 我给你提供一个一手信息 就是说 这个人告诉周永元 这个崔永元的情况 说 这个腐败案件 这个案件 只涉及到周强 对 还有人真的这样跟他说 我跟你说这消息 我绝对 我可以一下 就像你说的 一会儿我们在这谈周强 就像你今天说的 肯定还还有一页第2页P4被丢了一样 但是我会告诉你 就是这个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崔永元 说 只有周强 涉及这个案件 明白 而且这个案件 只有周强在里面腐败 明白明白 从这个角度来讲 听你说这个吧 我就想起来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崔永元 有点 唐吉科德似的 想扮英雄也不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他的结局很惨 所以一会儿我们再谈周强这个本人的 个人的情况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啃不动这个这块大肉的但不会啃的 另外根据他的性格气质来说他恐怕也 也不敢也不愿意涉足这么大的事情 所以我就说 崔永元这个人比较危险这个地方去 他总是报一些他根本 不能够了解背背背背后真相的一些事情 另外一个呢他 这个 这一次跟这个 这个王清宁这个人 王林欣 王林欣这个人 王林欣这个法官 是在这个法院待了很长时间 优秀法官 是优秀法官 还是优秀法官 但是另外 有人说他 其实在最高法院里面做法官的过程之中 也有很多东西是 拉不出台面的东西 那里头有很多你的哥们 而且 当然不仅仅说是因为我的哥们我才会这样说 我一会我还会谈周强的时候我会谈谈我这个观点啊 这些哥们尽管是同学是哥们 但实际上 我的生活跟他们已经背道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生活了 不要再提说这些哥们 国共双方 是两条敌对战线 但不影响你们是同学关系 那30年以后 私人情谊跟政治观点完全是两码事 30年以后 这个问题留到我们一会来说 我们一会我们谈周强的时候我们再说 所以我说 王这个 这个林青这个人呢 实际上也在里面有很多故事 在这个法院里面 他最后是被 被给这个淘汰掉了 不能够再去做法官 然后 你们可以仔细看一看他的一些讲话的时候 他甚至真的是有怀疑他到底神经 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我不是 站在这个同学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他本人 他本人如果 大家去查一下 也有很多官员他 在办学了 在自己办案这个过程中的有些问题 调查的这些问题 那 简单的一件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他仍然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的时候 他既然跟当事人 赵发旗 到处去私下接受 自下活动 找去找关系 说什么东西 发旗的 对啊这个你你作为司法人员 你比如我在美国做法 做律师 我都不敢跟你 跟法官 单独见面的 这个何况到外面去找这种关系 这个本身也是违反做律师 做法官的一个基本的 这个东西 那另外一个我刚才跟你说过 做到最高法官的这些人呢 我不相信做了这么多年他都是非常干净的 在中国 司法界 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问题 越爬的高说明越不干净 是 而且这个方法这个得利益的方法 千变万化 各种手段都有 就是说 判一个案子 表面上看起来是公正的判了也没有什么任何利益 但是背后的交易 用什么办法来回报你 这个简直是 只有中国人才发明到 这些回馈的办法 而且这些人一旦退休了 或者一旦这个 不做了 那你看他的 你看他的财产 你看他的生活是过得怎么样 你就能知道 钱都存在海外的 但是退休之后 钱就可以用 方式太多了 对 简直是花空心思的想这个 总而言之 他是有这方面的一些 一些利益在 在里面 但是还是话说回来 那回到他这个案子的本身 就是案 案卷失踪 这个最后这个失踪的本身 我也有很多一些怀疑 这个案子到底最后 到底是 你 想一想 最高法院的案子 转宗 一般来说 金丑的法官 他也不会带回家 对肯定是 只有 不可以带回家 只有办公室和这个 档案 档案库 我在司法机关 干过 那个文件事 是 对呀 我也查阅了很多 像公安部的那些 档案 我也去 直接去 那我几点进去 几点出来 弄了什么东西 都要跟你 一定要登记下来的 他有这样的规矩 所以最高法院的 档案也是这样 那 还有一点 大家观众应该理解 就是说 如果 我更上级的人 打个比方说 如果周强 要在这个案子里面 做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一定要去采取偷的方法 在自己的法院里面去 把券子给偷出来 我觉得 愚蠢 想象不到 我觉得这很滑稽 这个故事就是 反正是从头到尾 都不太容易让人理解 你可以想想一下 如果 如果我是法院院长 我对这个案子 由我不同的判斗 就算我受力了 我为什么去偷券子 我为什么要去把你的 把卷子里面 这个东西偷出来 然后撕一页 把录像也关掉 作为一个最高法院的 最高的这个 长官 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做 我有很多方法 把这个案子按照我的意志来判 所以 这也是很多 我干脆让你把案子送到我的邦室去 对呀 他要把你 我光明正大的 我是院长 我可以提掉任何一个卷子 你把案子送到我这来 对那我来处理这个案子从此你不要接手了 凭什么让你这个 所以 这就是 我的朋友跟我说 嗯 你不要信那些外面的下报道 王清宁这个人 王宁清 王宁清这个脑子 王宁清这个人 这个 真的是神经有点问题了 在这个里头 给练成这样了 如果他真的有骨气的话 这个如果真的也有这种东西做 你看看最后 电视上 我没知道 就他最后做了一个 电视的这个 那观众失望了 也是逼迫了 或者怎么样 肯定是被批 当然 这个如果在那种压力之下 如果万一做这种 但这种 最后的一个结局的解释的方法 当然 匪夷所思了 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那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很拙劣的 所以 这个案子背后 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要 去发展 要去发展 那是估计也结不开了 也结不开了 可能 这就看周强的命运如何 如果这个周强被抓起来了 也许还有戏 那周强 可能 可能 最后这个案子又有不同的解释了 周强被抓起来了 对对 是不是 可疑